被子 原汁贝壳 甲骨纹 金纹的被子 好像一个张开的贝壳形状 被子 发展到小转 字形变得规整 相形性减弱 立书 凯书的被子 在小转 字形的基础上 逐渐由线条转变为笔画 简化过程中 选取草书 被子的字形 并进行凯画 就演变为我们今天的被子 古代是用贝壳作为货币 因此 被子在古文字中作为部首 其所从的字多与货币钱财有关